不是吧都2024年了竟然还有新车在用这种机械手刹呀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企亚索奈 你们听这名字是不是还挺拗口的 国产品牌的崛起和新能源的爆发呀 让很多合资品牌的日子着实是不好过 尤其像企亚这种曾经宏极一时 也尝到过中国市场甜头的 自然是想再挣扎一番 于是呢给我们带来了这台全新的小型SUV索奈 那这台车呢曾经专供印度市场 这一次呢是正式引入到中国 一共带来了两款车型 算上优惠啊差不多是10万左右落地 4米1的车长2米5的轴距 即便是在小型SUV里面 它的体型也不算大的 我们也看出来了 它呢打的就不是空间优势 人家走的可能是个性那一挂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车头 你们觉得够个性吗 奇亚家族化的前脸 虎啸式的格山 还有这个立体感的机盖 还挺动感的是不是 特色造型呢上扬的车窗线 整体看起来都是那种比较紧凑的感觉 而且这台车有个优势就是 它做一台城市SUV呢 它有181毫米的离地间隙 这个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是车侧你们看 它这个16寸的轮毂 造型倒是挺好看的 但是总给我一种穿小鞋的感觉 好我们现在上车里看看内饰 韩国人的设计啊 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思路在的 那这一套内饰呢 其实放在现在跟很多自主品牌相比呢 规计感上没有那么强 但是呢跟合资品牌 还是可以掰一掰手腕的 明天它是这种树状的空调出风口 还挺显眼的 然后这台车呢根本保留了丰富的物理按键 就导致它中间的这个部分被填的非常的满 你别说这些按键 还挺复古 有我小时候玩的那种录音机的感觉 中间一块悬浮式的联屏 但是它中控屏跟仪表屏 其实是分开来的 然后这块屏幕里面呢 就是KIA Connect这套系统 它是和百度合作的 所以说能加入一些我们本土化的程序 这个地方是它的手机无线充电 隐藏的还挺深的 不过这样呢 手机跟下面的这个储物格就可以分开了 你们看这里还有一个后座静音的模式 就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 后排有宝宝在休息 我们点开这个模式之后呢 就不会打扰到它睡觉了 其实在来的路上呢 还在跟同事讨论啊 说这两年的新车试驾 很少能试到纯燃油的新车了 这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被拉回到了几年前的那个时候 那说回这台所奈啊 其实10万出头的这个价格呢 我们很容易能够买到1.5T的动力 或者是2.0自吸的动力 那反观这台车呢 它给我们搭载了一台1.5自吸的发动机 那同时呢 匹配的是CVT的变速箱 那单从数据啊 动力上面来看呢 它肯定不是最强的 但是呢 由我们过往的经验啊 大家可以问一下之前的 企业的车主 或者是开过 试驾过企业车型的朋友们 其实大多数人对奇亚的车型 它的评价都是好开的车 大家都不否认 这是一台驾驶感受很好的车 那么这台所奈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台所奈呢 它的最大功率是84.7千瓦 最大扭矩是144牛米 它数据不算太强 但是呢 大家要搞清楚这台车的定位 那所奈呢 其实给自己的定位呢 因为它是一台小型SUV嘛 就更偏向于女性用户 那另外呢 它也希望能够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那我的理解呢 就是可能一些刚拿本的朋友们 那他们需要的并不是那种特别强的动力 那只要是好操控 然后比较舒适就够了 那我觉得这台车的驾驶感受 在我这儿是合格的 首先呢 它是油门踏板 以及刹车大板调教的 都是非常的线性的那种 就是你踩多少 它就给你多少 不会一味的傻怪 那同时呢 你在急刹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有明显的那种点头现象 就是你开着它还是觉得很好控制的 另外呢 就是它的底盘 那调教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紧实的 就是再过一些连续的跌簸 你会感觉它的这个悬挂 是一下是一下的那种 就并没有过多松散的那种晃动 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另外就是配置方面了 这台车呢 它是给我们配备了定速巡航 以及车道保持的功能 而且这些功能呢 是标配的 那么这些功能呢 其实放在这个价位的车型里面 给到你这些配置 还有这样的驾驶感受 我觉得在我心里它就够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